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站pr值的三个网路行销秘诀 你可能会问为何要提高网站的pr值 什么叫pr值呢? pr值就是patch rank 就是你的网站网页的排名 所以当你的patch rank pr值越高的时候 你的网站内容在搜寻型当中的排名 顺位也会越高 而且pr值越高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你的网站越重要 因此这也是为何有很多 一些有网站的公司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网站的站长 他们都想方设法的要增加网站的pr值 增加网站的patch rank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谈的就是 三个有效的方法去增加你的网站 patch rank 那增加网站patch rank 我刚刚讲的好处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pr值的高低影响着你的网站 可以在搜寻型 不管是google啊 yahoo啊 bing啊 甚至大陆的百度啊 等等的搜寻型当中 别人搜寻这些关键字的时候 你出现的排名 越上面 那你越高的pr值 你可能就会出现在第一页 甚至是第一页的前五个前三个 ok 所以也就代表 你的网站被别人看到的机会越大 ok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讲到 有网站的人都希望自己的pr值越高越好 因为你的pr值越高 你的网站内容在搜寻型当中的排名就会越高 ok 也就是说你的网站的流量 以及被别人看到的机会会越大 那我们就直接来谈三个关键的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秘诀 首先第一个秘诀呢 就是在高pr值的网站当中 放上自己的连结 ok 其实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的网站啊 要跟高pr值的网站做连结 做link 也就是所谓的外部连结 外链 如果你的网站pr值原本是1 但是有20个 甚至是30个以上pr值5的网站 它们上面有你的网址 也就是说跟你做连结的话 那你的网站pr值很有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提升到4 甚至是5 ok 但当然pr值的提升 不仅仅只是这一个变数 否则只要跟高pr值的网站连结 那就可以提升网站pr值了 所以跟高pr值网站连结时 还要看一个的就是 你的外部连结 你的外链的这些品质 它的quality是如何的 所谓quality品质就是说 该网站有多少个不同的外部连结 如果同一个网站 它的外部连结太多的话 那它的品质会比较低 ok 因为你等于会平均分配掉 它的pr值所加全的那个分数 所以提升你网站pr值的程度 可能就会很有限 那如果你是高pr值的网站 唯一的一个外部连结的话 那么就会大大的帮你的网站加分 提高你的网站pr值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也是我们的第一个秘诀 那第二个秘诀呢 叫做放pdf的档案在你自己的网站上 ok 如果你的网站上面有pdf的档案啊 像google yahoo这些搜寻引擎 它会认为你的网站 那应该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档案 或者是资料 因为pdf很多的档案文献 或者是参考的一些reference的资料 其实都是pdf的档案 特别是国外的一些资料啊 期刊啊 其实都是pdf 因此这些搜寻引 它会判断你网站当中有多少个pdf的档案 ok 如果你越多的话 它就会特别帮你网站加分 对你的网站的pr值也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其实我最近也要开始在我的一些网站 例如像网路行销策略站当中 放一些什么pdf档案的资料了 ok 没有错 因爲我想要增加自己网站的pr值 ok 所以我偷偷跟你分享这个秘诀 这也是很多 帮网站做seo和提高pr值的一些人啊 或公司 他们所忽略的 但是你应该要想办法在自己的网站上 增加一些pdf的档案 pdf档案其实也很多 例如像是你可以放你自己写的电子书 或者是有授权的电子书 试读版的电子书 甚至是你找得到的一些 参考的一些reference的一些 电子书的pdf档或资料的档案 甚至是简报 powerpoint 你把它转成pdf的档案等等 非常多 但是你要注意有版权的问题 或者是 你用别人的你就要注明出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资料来源 当有越多的pdf档案 放在你的网站上面的时候 Google对你的网站的重视程度 就是像Google、Yahoo这些搜寻 它对你网站的重视程度 评价也就会越高 因此你应该要想想看 你有哪些资料可以转换成pdf档 然后把它放在网站上 你记得 赶快去把这些内容资料都转成pdf 放在你的网站上吧 这个绝对是你增加pr值 非常非常棒 而且非常非常快速的一种方式 OK 那第三个秘诀呢 就是 提高 增加 什么 你的网站的 页面数量 并且 让 搜寻引擎 增加它的 收入量 OK 第三个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 你要尽量 增加你的网站的页面 数量 其实你注意一下 像高pr值的网站 基本上它们的页面 都非常非常的多 几千几万 甚至是几十万 几百万的网站都有 因此它们的页面 被搜寻引擎 收入的数量 也远远比你多出非常多 呃 如果同样 每个网站都同样是 70%的一个 页面被收入的话 那你的网站只有 100个页面 因此 收入多少 70%就是 70个页面 那对方网站 如果有 10000个页面的话 一样是 70% 那它就被收入了 7000个页面 OK 7000个不同的网页 因此 因此在同样收入比例之下 其实你会发现 分页越多的网站 它被收入的页面 也会越多 因此它的分数也会越高 这也就是 你为什么总会发现 一些中型大型的网站 它们pr值都很高 有些6啊 7啊 甚至到8的都有 OK 因为它们网站的分页 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想看看 你应该要从今天开始 尽可能的去增加 你网站的 什么 页面 也就是增加你网站里面的内容 但记得这些页面啊 这些内容 都是 一定要 有资料 有内容的 有价值的 OK 不要去 用一些垃圾的一些文件啊 随便乱贴 那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OK 因为这些垃圾的页面 反而 会被Google 像Yahoo啊 Google啊 这些搜寻情 当成垃圾页面 OK 那当成垃圾页面的时候 不仅仅对你的网站 SEO排名 都没有加分 反而会扣分 甚至直接把你的网站 列入垃圾网站 让排名跌入谷底 别人怎么搜寻关键字 都找不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以前啊 很多人用一些什么 Vlogger的一些 机器人啊 自动po文 自动发文的这些网站 现在这些网站 基本上你在Google Yahoo这些搜寻情当中 搜寻关键字 基本上都找不到 排名非常非常的低 OK 那这三个秘诀呢 如果你真的有 有效的去运用 去把它使用在你的网站 你的事业网站 或部落格当中 我相信 应该会对你的 网站PR值 PatchRank很有帮助 OK 那今天呢 我就跟你分享 这三个 让你网站提高PR值的 网路行销秘诀 希望对你的网站PR值 提升有所帮助 但千万你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 提高PR值 只是帮助你网站提高 冷静度 但最关键的 还是你后续的 你的网站 你的page 你的website 里面的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 的design 它的设计 OK 你该如何才能 更有效益的帮助你 提高获利 和增加你的事业绩效 这个才最重要的 别人流量 进到你网站之后 他能 帮你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你可以提供 什么样子的资源给他 这个才是你 应该花最多时间 去思考和规划的 事业关键 OK 好 那今天这一支影片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在之后的 video 当中 再见 我是林伟 拜拜 好